亲爱的朋友好 老陈砍个劫匪欲神经病的故事 佛罗里达有着美好的阳光和沙滩 两个劫匪进了便利店打劫了现金 两人是情侣 男主金哥 女主金妹 开心的金妹给男主做了口活 两人正要达到幸福的顶点 汽车没有了 二人也熄火了 两人在马路上继续爱爱的时候 看到了有座别墅 家里还有汽车 两人直接撬门而入 到处搜寻 也没找到车钥匙 女主发现家里吃的东西都变质了 二人吸了粉 找到汽油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两人发现了一个地下室 非常的阴暗 而且有古怪味道 男主找到了一个手电筒 太棒了 而女主找了一圈全死垃圾 突然一个小女孩站在二人面前 小女孩神情呆滞 而且还带着脚铐 男主觉得诡异 想立刻离开 女主则善心大发 想救孩子离开 两人在找巨条的时候 乔治夫妇突然无声无息的出现 男主吓得拔枪 女主想带小女孩走 乔治解释 小女孩是他们女儿 受到了特别的教育 乔治一眼看穿 男主车抛锚 两人是逃犯 怕不怕举报啊 男主很奇怪了 你们这么有钱 电视机为什么这么老 带走小女孩 可以举报你们虐待儿童 乔治只能打开 小女孩的脚铐 女孩突然咬了男主 乔治则撞晕了男主 男主醒来 被靠在了床上 乔治的妻子 莉莉精心打扮 卖弄风操 没想到男主下面毫无反应 气得莉莉给了她一巴掌 然后离开了 金妹被关在了地下室 无论金妹说什么 女孩都是沉默 莉莉给男主看照片 男主发现 乔治夫妻还有个儿子 在深沉的欲望下 男主只能摄诱了莉莉 莉莉帮男主打开了手铐 男主一把甩飞了这个老女人 男主刚出门 被乔治一枪射了腿 男主也被关进了地下室 想个办法打开手铐 男主用牙齿咬下了女主的舌环 施展了神偷绝技 打开了女主的手铐 可惜女主开男主手铐的时候 真断了 女孩指指管道 女主就先从管道逃出去 女主来到一个婴儿房间 发现那个男孩是个瓷娃娃 女主躲到柜子里 亲眼看着莉莉把瓷娃娃当儿子 女主拿着瓷娃娃威胁乔治两夫妻 放了男主 否则杀了娃娃 莉莉发出了惨叫 不要啊 夺枪射向女主 一枪没射中 瓷娃娃掉在地上睡了 莉莉捡起碎片 手上都是血 晚上两人被绑在了餐桌上 乔治坦白 每次莉莉生气就会烹饪 天注定两人无法生孩子 而领养的小女孩 相当于提醒莉莉没孩子 所以将她关到地下室 乔治说不会杀二人 所以二人敞开胃口吃了顿 吃着吃着感觉晕晕的 原来食物里加了大剂量的毒品 乔治想枪杀二人 报警说 隐君子闯入私宅 突然警察上门来询问 因为发现了男主的汽车 乔治想关了门 发现门被撬破了 警察进来后四处查看 来到地下室 幸亏警察收到呼叫指令 乔治差点想杀警察灭口 同时女主醒来找到了药 二人恢复了行动能力 乔治夫妇看到鞋子就追了出去 其实二人躲在了窗帘后面 男主解开了女孩手铐 二人带女孩离开 而莉莉突然想通了 忘记这一切 想离开这里重新开始 男主想开车离开 乔治拿枪站在门口 男主猛的开车冲了过去 将乔治撞飞了 但是男主也伸中数枪 倒在了女主的怀抱中 乔治没死透 一把从车窗抓出了女主 要掐死这个臭婆娘 女孩捡起枪 一枪射杀了乔治 女孩说想和女主一起走 女主带着女孩离开 剩下莉莉抱着乔治 慢慢悲伤 最后女主和女孩 在佛罗里达幸福的生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对变态的人不可以心太软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 订阅点赞 谢谢